许多孤独老人因为屋林老旧无力修缮 以及检视电线使用情况导致失火 导致于这些老人家无家可归 25号卓西站长与世丰电力一同深入太平部落关怀孤老 电力线路检测以及更换灯管 许多孤老因屋林老旧并且年久失修的房子 无力修缮以及检视电气使用情况导致失火 以致孤老无家可归 25号卓西站长与世丰电力一同深入太平部落关怀孤老 电力线路检测以及更换灯管 他们的这个一起做一个合作 那可以加动大家的一个日常用电器的一些 就是用电的一些观念 世丰电力表示 帮助在地孤老基本用电观念落实在生活 正确使用家电以及舍得 太患老旧的线路 加强宣导用电安全避免遗憾发生 你完早那个地板 浴室的地板不是湿湿的吗 那湿湿的时候你去拿吹风机来吹 那就很危险了 那你出来外面把那个脚都弄干净了 弄干了 那这算是有那个木头啊 坐在椅子上啊 脚不要去接住到地面 这个时候再来用吹风机会比较安全啊 手是真的不能 对对对对 拉那个插手 对可以触见啊 那个 施风电力响应华山爱老人中秋亮起来的公益行动 捐助了57份孤老中秋关怀礼 借此号召各界关怀礼住孤老 家中电力检测以及巴送中秋的关怀礼 给孤老在中秋佳节安心的欢乐度过 记者高双双中西乡采访报道